大家好,今天我们用土豆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土豆去皮,然后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一勺盐,搅拌均匀,腌制8分钟,腌出水分 再准备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 先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绞肉机中备用 准备半个洋葱,先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绞肉机里 再加几片姜丝 盖上盖子,一起打成肉馅 像这样就可以了,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 把腌好的土豆倒入纱布里 然后用力挤干水分 挤出来的土豆汁也不要倒掉,留着备用 再把土豆和肉馅放在一起 加一勺生抽,一勺黄豆酱,一勺花椒粉 黄豆酱也是咸的,就不用再加盐了 拌匀之后,再加两勺淀粉 然后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有一点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对半切开,再切成薄片 热锅放油,油热后放入豆腐 开中火慢慢煎 煎至一面金黄后 我们给它翻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调好的肉馅捏成一个个小丸子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丸子摆在豆腐上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 开水上锅,盖上盖子 用大火蒸15分钟 再准备半个红椒 先切成红椒丝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再切点葱花备用 我们再调个料汁 土豆汁里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油烧热 放入葱花和红椒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再把调的料汁加进来 煮至汤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备用 我们的丸子也蒸的差不多了 哇,好香啊 再把做好的料汁淋在丸子上 每个丸子都裹上料汁 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再撒点香菜 好吃又好看 土豆这样做 口感非常的鲜嫩 还裹着香气浓郁的汤汁 也是一种非常少油又健康的做法 营养又健康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适合 豆腐经过煎制和蒸煮 裹上料汁也是非常的鲜香入味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